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 YA Diary 我們到了一個月就是新的一年 相信有很多文具 或者是手帳愛好者們 已經挑選好新年要使用的手帳了 那如果您還沒有挑選好的話 就來看看 A所挑選的新年手帳布局推薦 那如果您已經挑選好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相同的模型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我每一年都一定會購買的 TN月間手帳 這本2021年的月間手帳 它裡面的配置是 從2020年的12月 到接下來2021年一整年 以及2022年的1月份 總共是有14個月份可以介入 那這一本呢 還附有簡單的時區對照 單位對照 甚至還有小尺在旁邊 還有幾頁呢 空白頁 那它這本呢 你主要是拿來當成什麼呢 這一款主要是拿來當成我的工作記錄 我們就拿2019年的這一本來看好了 因為2020年還在過 那基本上呢 我是會把我每天採訪了 什麼樣子的新聞 把它的slug寫在上面 我還看到你旁邊有特別標註 哪幾天需要播新聞 哦對啊 有播新聞的日子呢 它就會是用小花來代替 那其他空白的地方呢 我會用一些紙膠袋來做裝飾 那每個月呢 我會自己給它下一個定義 有不同的主題 那其實先前呢 我也有買過空白本 我還為了那一本空白本呢 刻了一套印章 是數字0到9 就是為了要蓋在上面到它的日期 我有記得你在我旁邊 埋頭苦客的日子 沒有錯 但我覺得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後來都決定 從2019年開始 我都是買已經幫我寫好日期的本子 對於工作或是課業繁忙的人來說呢 這樣子比較方便 其實我覺得也很適合我這種不想要過度思考的人 那我們2019年的先回顧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2021年 它本子裡面呢 會有附入像這樣子的DM還有貼紙 它的設計概念是 With books and your traveler's notebook You can travel anywhere at anytime 它整體是以旅行搭配書籍為主 然後呢 雖然說我前幾年呢 已經購買了一塊電版了 但是今年因為它的主題是書籍 所以我就忍不住 這樣說了 你看它背面是尺還有小方格 那它正面呢 就是一些很經典的文學作品 那這本呢 它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裡面的 暗行席作 那這邊呢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是檸檬 那這邊是泰宰志的 富月白景 還有屬於天界的主題 收藏指數報表 接下來第二本呢 是這一個MD的文庫尺寸空白本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本呢 那就要回溯到先前我們參加Pinkoi的文具空聚會 那個時候呢 和我同桌的桌友Yuyu 在討論這種手帳的選購議題啊 那聽了它的使用心得啊 包含說這個墨水會不會透過去啊 幹一張有沒有辦法很顯色啊 這些操作 又或者是說它能不能完全180度 攤平啊 種種條件之下 我覺得 我好像應該很少一本 那這一本文庫呢 會變成我新年度的拼貼筆記本 先前呢 其實都沒有比較系統性的整理過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都是比較隨性啊 看我的心情 然後就設計好 就直接貼在明信片 或者卡片紙上 我們就直接送出去啦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呢 接下來應該要好好的整理和練習 就把這本文庫本來當成比較有系統性的整理拼貼本 那說到可以180度攤平的本子呢 還有一本是台大出品的時效性手 叫Take A Note 它無論是紙材的選擇啊 還是說獨創的版面設置 和頁面的規劃 以及我們剛剛提到可以180度攤平的設計 都非常的優秀 難怪一堆人買的 你怎麼沒有買呢 因為我已經有TN了 我也怕Take A Note 我沒有辦法發揮它最好的作用 所以都先忍住 不買 那除了我們剛才介紹的MD 還有台大出品的Take A Note之外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本可以180度攤平的筆記本 特別推薦 沒有錯 它就是台師大出品的DNA筆記本 那它有分成動物系列和植物系列 我這一次購買的是動物系列 在台灣版權 我觀賞了一下 其實這系列的差別就在封面吧 裡面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錯 它裡面的配置呢 有空白的頁面 還有方格 以及有幾頁是可以撕下來的 那我先前購買這個第一本呢 是拿來做工作 還有上課進修用的筆記本 不管你的老闆 或是你的老師說話有多快 你就是這樣寄過去 寫下來都很順手 你就是完全不怕你的手會卡住 然後你就撒撒撒這樣子揮好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空白頁 你可以自由發揮 它的小方格頁面 因為顏色蠻淡的 你顯起來可以很整齊 看起來也不會特別的凌亂 一切看起來都非常的美好 包括整潔 封面的設計其實也還有你的風格 還有素蘭 推薦給所有的上班族 和學生族出來使用 最後這一項產品 它不是手帳 但是它是我 終於買到的 宇宙日常日曆 它光是外盒我覺得就挺美的 有那種日式的乾淨啊 還有簡約風格 它這本日曆呢 是以太空天文相關的主題為主 那在今年各家文具店開房購買之後 我是二話故說立刻入手 那我們就實際來開箱 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裡面呢 每天都會有月亮 不同的陰晴圓缺 還會利用一些很可愛的小插畫啊 來告訴我們一些星座 宇宙或者是天文的知識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話 還可以掃描它旁邊的QR Code來查看 那雖然說 大家都知道一整年是365天 或者是366天對吧 但是呢 這本本子它大概是有380多頁 後面呢是一些有太空星座相關插髮的便條紙 很可愛 而且很貼心 那它材質呢 是跟我們一般可以撕掉那種日曆紙一樣嗎 沒有錯 它就很像是我們傳統會用到的熱力紙 有一點微微的透光 那你不管是到時候把它這樣子掛起來使用啊 或是說你日子過了 撕下來把它當成手杖拼貼的素材 或是把它做成小小的信封都非常適合 又是可以讓我們做出態度的絕佳好物啊 YA在這裡呢也要首次開放抽獎啦 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且在底下留言 這支影片裡最中意的一款產品和原因 就能參加手杖本抽獎哦 別忘記要截圖到YA的IG帳號哦 詳細資訊請見影片資訊欄 你會想看我今年度的2020手杖嗎 沒有 好險 還有屬於TN今年的主題 收藏 你又覺得我開箱開得久嗎 應該還好 還好嗎 以上是我們新年度即將會使用到的筆記本 手照還有文具相關產品 不曉得你有沒有和我們買到一樣的產品呢 不管是有以前用的舊愛還是新歡小版本 都歡迎跟我們分享唷 一起用全新的美好文具來迎接新年 下次下次還有下次再見 掰掰